金馬獎入圍名單揭曉 台灣導演周孟宏的作品一路順風 一口氣搶下最佳劇情片 導演 男主角 男配角 原創音樂 攝影 造型 美術八項提名巨冠 炒熱電影人氣 其中香港喜劇 title 許冠文 以本片角逐影帝 相隔38年再度問頂金馬更添話題 你那個時候以為 說不定你也以為 他被出生 是 很快就拿很多獎的了 結果等了38年的今天 還有一次再提名 所以這件事除了我高興以外 我覺得所有台灣的年輕的 能拿都好了 所有演員還沒有拿到提名的 沒關係的 許冠文等了38年 一路順風是導演周孟宏的第四部作品 回鄉寫劇本時 一開始主角就鎖定由許冠文演出 如果說沒辦法找到他的話 我真的也不知道找誰來演的 因為他不只是對我們那個年代有一個記憶 他對我的電影這個電影裡面 我覺得就是 當然也不是說許大哥在我們旁邊 我這樣說 他真的就是覺得這個電影 就是應該是一定要找他來的 是 這個時候就需要 他不一定要找辣豆 但是一定要找許冠文 你不用補這一句啦 剛剛很溫馨了 你幹嘛這樣 許冠文在片中飾演計程車問獎 他覺得劇本精彩 甘願降價演出 只不過台詞都是國語 也讓他平平安居 施足苦頭 那些大人的鏡頭是很長的嘛 對 一來就十五分鐘 哇 怎麼長的 很長的對白 長錯一個字之後就沒命 從來 譬如說 你沒有辦法想上哪裡怎麼殘忍的 譬如說 我一直被一起講 吃個饅頭 不行 是饅頭 不是饅頭 滿天以後 又饅頭 不是饅頭 本片另一個提名亮點 是邪心納豆挺進最佳男配角的 入圍名單 其實納豆已經參加過 不少電視和電影的演出 這次終於以演戲獲得提名 他坦承已經激動大哭好幾回 你演了一個戲 然後也入圍了 我不知道 這對我來講是太 生命中怎麼會發生 這麼神奇的一刻 媽媽跟你講什麼 昨天媽媽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我媽好像不太知道 金馬獎有多難入圍 就是我跟我媽說 媽我入圍金馬獎 然後我媽說 是喔 是哪一個節目 我說 節目 納豆當場也承諾 下個月電影上映時要包場慶祝 希望駐電影延續金馬提名的氣勢 票房一路順風 這讓世界張志豔 王怡文 台北採訪報導